字幕提供 因為常常啊 IG都會很多人問說 欸你Nina你的頭髮怎麼用的 我平常自己的話 就是只會加個內腕 或是戴帽子就出門 想要有多一點不同的造型 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會用 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要找平常合作的彩妝造型師 教大家好上手的短髮造型 那我們歡迎他 貴賓 嗨 我是Royce 貴賓 大家看我IG的話 造型都是他做的 因為大家好像都會覺得說 短髮不好做造型 只會內彎或者是外彎 可是短髮真的不好做造型 可能要靠一些 你知道簡單的綁法 今天來教幾個 就是大家比較容易上手的綁法 跟造型方式 那我們就準備一個 就是大概28公分的點放 我覺得是短頭髮最適合的 那Nina平常都怎麼上卷 我都直接這樣夾 你說內彎 就是最容易上手應該都是 往內翹 對就是我本人 或者是往外翹 對 往外翹就是比較日系可愛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方向不一樣 對方向它會改變 但這樣子可能大家也會覺得說 啊好無聊 其實我們可以用三管卷的方式 整個頭啊我會分成兩截 欸好像真的要這樣 因為全部放下來好厚喔 是不是不好夾 而且我之前放下來 我發現我夾不到裡面 外翻 然後再往上一格 再一個內卷 啊好難喔 這樣子 就變成一個三管卷的感覺 喔很美耶 看你用就很想問你店幫哪裡買的 就以為買了會跟他們用起來一樣好看 往往去買之後發現是技術的問題 像我短頭髮我自己用到後面怎麼辦 可以頭滴滴的夾一個外翻就好了 喔就不要 不要讓它正面看起來後面是完全沒有夾到是紫外 所以其實後面看不到我們夾個外翹 夾一個外翹就可以了 對 第二層的部分 就跟剛剛一樣了 沒錯 就分成兩個階段做 外翻 外面卷 然後再外翻 喔外面的話就是多卷幾次 對 讓它層次變得比較高 它就會這樣子 很可愛 喔很美 沒錯 喔 頭頂有時候覺得 好像太貼的話 把上面這一層 你也不用去夾它 就是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稍微滾一下 喔 喔讓那個髮根立起來 對 然後稍微冷卻一下後放下 它其實就會比較鬆 喔真的耶 對 有這樣有韓系浪漫卷的感覺 對 卷度應該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叮 好然後我們就是做完卷法後 就是我們還可以用這個卷法 繼續延伸做其他的造型 眉毛這邊的位置 然後往後 喔學到了 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在家綁頭髮 我會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抓 然後你知道有時候抓太多 很像耳康 耳康嗎 就是因為太多太少 我這樣鬆鬆的抓 好 那我們在後面 紮一個結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會覺得說 啊我頭的比例可能會比較寬啊 或者是上面的線條不夠漂亮 小小撮的慢慢的拉 拉出一點線條 它其實就會比較自然 因為如果紮得太乾淨的話 好像會有一種老派的感覺 就以前國小總是會很紮 對 媽媽酥超緊的 然後這邊都會這樣 感覺好像肉毒打很多 或者什麼 頭心就會出來了 喔這樣子 有耶有差耶 對然後臉性也會變得比較漂亮 我之前IG有綁過一次丸子頭 然後有很多網友問要怎麼 短頭髮綁丸子頭 好那我來教大家怎麼綁 耳上的往上 耳朵上45度假 對 那我們就綁起來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它分成兩搓 這樣子旋轉 旋轉條約 我比著眼 那怎麼讓它變多跟變鬆呢 就是鬆鬆的拉 那不要貪心一次拉太多 又會整個彈開來 像頭髮絲看起來變多了 一樣 用旋轉的方式 把它變成一個小丸子 用手這樣子 扶住它 這邊就有一個丸子了 準備一個這個 黑毛夾 把它折一個痕跡 然後最後收完的地方 夾著 它就比較不會彈開 那U型夾呢 它有一個U型的部分 所以它不會夾那麼緊 覺得這邊有沒有翹一根 跟我不想要這個翹的 把它弄成圓的感覺 我覺得塞進去這樣子 所以U型夾可以說是 雕塑形狀 雕塑形狀 黑毛夾是 夾鬚鬚的 對 夾得比較緊的 大家會覺得說短髮 可是我想要整個綁起來 那就會有個問題 綁起來 是不是大家很容易下面會綁不到 完全綁不到 很容易會掉會覺得很煩 那叫大家一個小配布 那我們就把它分成兩結棒 耳朵的上與耳朵的下 那一樣就是鬆鬆的綁 鬆鬆的抓 過敏 過敏中 因為那個 我們家咪嚕的毛 把上層先往上夾 一樣是綁一個像馬尾的感覺 那我這個馬尾的感覺 就不是綁在下方囉 是慢慢的往上移動 綁起來 變成兩根馬尾 咚咚咚牆 你看 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綁成一個 高馬尾的感覺 那一樣剛剛前面有教人家 綁過半丸子頭 那這時候就綁成兩個丸子 就變成一個包頭桿了 那我們來做第一個包頭 上一個包頭好了 那下面的這個馬尾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一樣 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用繞捲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 我可能選擇先比較邋遢 因為它比較短 很怕會容易會鬆脫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下方 這樣子 兩個圓的感覺 然後一樣用黑毛夾 把這個尾巴夾緊 那我們兩個丸子都綁好了 那剩下這些鬚 可以準備像黑毛夾 很隨興的夾 我覺得這側面很美耶 你看這側面 就是從它的這個 到整個弧度這邊 我覺得這很適合就是 你要去見男朋友的髮 然後你不知道怎麼辦 就可以綁這個頭髮 然後我會綁邊邊的一些鬚鬚啊 上一點點卷 讓它有一種空氣感 那因為大家平常都看我瀏海啊 所以呢想要也教大家可以 沒有瀏海的話可以怎麼做 超適合用在女孩 女生是很容易不愛洗頭 啊對 就兩三天洗一次 那我就可以把短髮 如果你敢嘗試的話 你可以用短髮抓成油頭喔 其實我可以把手直接打濕 把瀏海往上抓 或者是有這種水噴槍的話 就可以稍微噴它 這真的沒有洗頭很棒耶 抓油頭的話可能會有點微分線 就是看自己適合哪一臉拍照 它的習慣是左臉的話 那我的分線會往右邊分 IG很常拍照的時候 貴賓也是幫我用油頭 對 因為像可能我的臉 比較偏可愛 可是油頭會讓我看起來比較有氣勢一點 那就是你知道假裝這是油的感覺 嗯 這麼油 那我開始抓自己一個心 比較適合自己的臉型的心 那拉出一點髮絲 遮一下臉 對 髮絲很時尚耶 很時尚 你看很多那種韓國時尚大便 他們的髮絲都一定會這樣 對 不要說乾淨 它有點髮絲 其實可以修飾一點臉型 那我們可以準備這種油 或者是準備一個 可以抓成絲髮的 像是果凍蠟 一個五十塊大小的量 整個抹均勻 後 從瀏海這個地方 輕輕的往後帶 像上次的抓 就不要讓它那麼貼頭皮 對 這樣就可以啦 是不是很簡單 好 那今天的五個造型都完成了 從簡單的到難的都有交給大家 讓大家今年夏天的短髮不再無聊 沒錯 然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剛剛忘了跟大家說了一點 做造型前 頭髮的隔離非常的重要喔 還有頭皮的隔離 這樣上電棒比較不會傷害到髮質 跟原本染過頭髮的髮色也比較不容易褪色 頭髮才不會壞一點 所以髮質隔離非常的重要 以上呢就是今天要交給大家 希望呢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桂比亞帽用頭髮 謝謝 很開心跟大家分享喔 好那她的那個IG在這邊 給她KID啊她的IG 那大家如果想要找化妝啊 做造型都可以找她 大家記得訂閱她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喜歡的話就按讚分享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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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忘記問你 你今天剪真的髮型 是因為你看了梨泰月嗎 沒有 就是我覺得好像 她今天剪了一個梨泰月的髮型 髮型 因為我覺得好多人都 重點是蠻好看的 我之前都中分 然後最近發現好多人都中分 然後想說 試試看這種馬桶蓋的感覺 欸可是說認真 很少男生可以加入這個馬桶蓋頭耶 但我是那種撕掉的馬桶蓋 忘記沖水的 忘記沖水馬桶蓋